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高雄子关河载辽渔港或前瞻基础建设8000万元补助经费将修复渔港码头设施渔港周遭并将设置与渔业文化相关一项设施,预计明年底完工。 河载辽渔港港口已有30多年历史,历经地震、海水侵蚀和船只碰撞,已老就破损,为彻底完善河载辽渔港码头硬体设备及港湾环境。 历委邱志伟多次邀及农委会渔业署高雄市海洋局县的会堪,切而不舍之间协调,渔业署终于同意纳入行政院前瞻基础建设全国水环境改善和载辽渔港水环境改善计划。 海洋局指出自102年度起已陆续完成和载辽渔港码头北侧、东侧、西侧及渔市场前码头的改善。 目前仍有南侧400公尺需改善渔港码头设施修复已刻不容缓,同时围城县和载辽新风貌渔港周遭也将设置与渔业文化相关的异象设施。 邱志伟表示,和载辽渔港是北高雄传统渔捞作业频繁渔港近海线捞渔或不论产值产量都高居前市之官。 市府近年并投入至少2亿5000万元经费改善渔港设施渔港输郡,并完成新建全国第一处HACCP国际标准渔市场大楼,有助于提升渔民收益,促进地方海洋产业发展。